好刚刚从合肥坐火车 到了江西的九江 人还挺多的 哇 这儿人真厉害 太多了 贡青城欢迎您 健康码就可以了 好刚刚这边已经出来了 他这边出来还是挺严格的 刚刚开始他是只需要那个行程 但是他后面转换为那个行程码了 这边出站之后吃饭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还有很多连锁酒店 住宿还没定的 他这里的价格特价反而138块钱感觉太贵了 准备在这个附近找一个小旅馆吧 看一看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小旅馆 出去走走吧 他这边的人流量也是特别的多 你看 我就怕怕什么样的可能好挑剔 因为又要住我们价钱实惠的 又要享受那种酒店的待遇 那我我要求不高就是你至少要安静 就是如果说你太吵的话 那不是价格的问题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安全 安全是第一 如果你不安全的话 那说实在的是吧 我们都有招牌 并见的 而且我旁边就是 就是有些他火车帐附近 他就是很吵的 而且他就是很不隔音 有个好多房间 两个窗 两个房间 对 好好好 四十块钱的等于是没有卫生间是吧 四十块钱是公用的 哦行行行 对 六十块钱是公用的 好我看一下这决定吧 好我看一下这决定吧 那肯定不如果你做得好的话那下次就过来不 对不对 你这个可以美团订的吗 你这个可以美团订的吗 对这边是六十的 看一下六十 六十的也没有卫生间吗 看一下 这边这个房间是四十的 他没有卫生间 所以他就让我选择了这个房间 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五十块钱 没有空调的 把门线关一下 感觉这个锁 有钥匙和没有钥匙有什么区别 从从这边直接可以扣出来吗 用这个底下 应该会安全一点 这辆船应该是一米五左右吧 大概就是这么长 这么宽 整体上说看上去还是 还算是干净吧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潮湿 可能与这里的气候有点关系 这里有一个窗的窗帘 前方就是火子站的 他这个是在卫生间的 给大家看一看 洗手间就是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镜子 洗漱台 这个是毛巾 洗帕水和沐浴露 五十块钱 我没有钥匙 他也就没要我的押金 要钥匙的话就需要六十块钱 他这个环境的话 一般 就是说五十块钱 说实在来我可能再出十块钱 就可以住到一个 酒店的 因为现在一星期间嘛 他那个房间整体的价格都不会太贵的 尤其是要过年了 当然他这里的整体这个隔音效果不是特别好 随便别人说一下话什么的就可能听得清清楚楚 至于这个窗外的声音 车流量的这个声音 还是整体来说的能接受吧 虽然有点吵 因为现在也是七点多钟 他这里主要是被子比较潮湿 而且现在主要看的不都很清楚 不是特别的干净 大家所以出门在外的话 今天还是在晚上订吧 大家说一下吧 他这里的这个环境刚刚也看了 他这个价格是五十块钱 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就是刚刚在出火车的时候 还是有几个这个拉客的嘛 但是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前面有一个女老板嘛 他要我去他那里住宿 我就跟他说你至少得不吵吧 然后我说 我可能不一定会住 出于一个安全性啊 我就没有去 然后没有去了 他对我的态度就大家可以去想想 后面遇到这一家 他是把我带到了这个三楼来嘛 他开价是说五十 我给他还了一下价格嘛 我说四十五可不可以 然后他的表情就不是很舒服 就是说 反正就是他说多少就说多少吧 就是不能还假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我当时也是骑虎难下 我本来不怎么想住 但是看他那种神情表情 因为我出门在外也怕 就是不太安全嘛 所以我就 觉得还是住了下来算了 所以 怎么说呢 以后的话 我可能就是尽量还是在晚上找吧 可能 就是 即使是价格贵一点都无所谓 主要是安全性有保障一点 只要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跟别人讨价还价 因为你有时候 你如果不住的话 有一些 老板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可能 骂你一动啊 或者说是怎么样的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也不想 这样子了 主要也是贪图便宜嘛 就想着这些拉客的可能会 稍微便宜几块钱 结果 聪明防备聪明误会